原本对最佳女主胸有成竹的贾玲 在听到圆拳名字的那一刻 彻底绷不住了 那一年的贾玲 凭借自己导演的作品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奇迹 就在大家都以为贾玲会是那个最佳女主时 台上却念出了圆拳的名字 输了此局的贾玲毫不顾忌 对着镜头就翻了白眼 你看妮妮 本以为跟陈坤是好朋友 拍一拍肩膀肯定没啥事 可谁知 肩膀还没拍完 陈坤的脸色就变了 失笑一下后 直接黑了脸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孙丽能拿到那一届的事后事 事后却被宋家收入囊中 坐在台下的孙丽 眼睁睁看着台上发生的一切 一个黑脸表情 胜过千言万语 还有周冬雨 跟海青一起颁完奖 本该下台的她却被海青拽到了话筒前 本以为是要天降大好事 结果却被海青内含棒大管 周冬雨听完 脸色简直是 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无独有偶 巩力在参加某一届的金马奖是 因为弯弯有个不懂事的宝宝 说了一些不正当的言论 巩力听完 当即脸色就黑了 其他众人同样一脸凝重 这气氛 隔着屏幕都觉得压抑 你看原本该上台领奖的杨幂 在听到主持人要求现场来一段丝巾秀时 当即就变了脸色 一副非常抗拒的表情 也许是急着上厕所 也许是急着下班 杨幂看上去似乎烦躁不已 完全不在乎正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 家人们你们觉得 谁生气的样子最尴尬